歡迎來到ER Museum Channel 我是尤伯 今晚Lauby和Bella來到場地玩 Lauby 為何你們這麼喜歡玩Tracer 其實覺得很有趣 最初玩的時候 因為玩過 覺得用了Gopro 拍完出來之後 又看不到自己射到哪裏 後來就說 不如試試加Tracer 看看可以射出來的光 效果會如何 刺激一點 刺激一點 一來自己容易看到 見到自己射中 中了人 立即停槍 這樣又好些 所以就加了Tracer 這件事 當初玩九年前左右 開始放片上去 發覺外面很多人都會說 這件事是甚麼 很有趣的 但後來玩一下 都會覺得玩很有趣 於是者 就開始玩Tracer 就儲了一班 喜歡了Tracer 開白感的情況 未來日子 還有其他玩法 可以更好玩嗎 其實我覺得 現在多了很多不同的玩法 例如說 Tracer 可能會有一隻Tracer 看上去 偏向感覺上的玩具 或者跟技術不同 因為在前面看 會看到是閃的 好像在現場機器 等等 現在你都會看到 但可能好像是一些 藍光UV 那種類型 越來越出來 越來越細 不會說 前面一定要加一支這麼長的東西 可能前面會短一點 短一點 短一點 有些光一點 有很多方巾多了很多 例如說 MacBoo有一隻 是最真 有一隻 AceTac 是比較 細小 還有一隻 好像是內地牌子 還是眼督眼牌子 也是再細小 最正的一件事 就是 試過用不同顏色的BB彈 例如說 是藍色 紅色 但可能用過往的Tracer 就會出來很暗 拍出來就暗 看 六眼看也暗 但相反來說 據說 因為我接下來要試一試 就是 新型的Tracer 是可以令到 紅色BB彈 再光一點 我們也有待可以試 而希望 就像你剛才問的問題 想玩分 例如說 兩肩對打 除了型的色彈之外 也可以玩 不同顏色的BB彈 一來看也不同 玩的時候 當你見到的時候 又有那個experience 即是你一隊藍色 我那隊又紅色 開始玩對子 對啦 就像SARWARS一樣 這樣就刺激很多 希望可以做到這些類型的 令到新的玩家 看上去 原來有一個 不同的玩法 即是多一個選擇 接下來就止到其他 跟Rarry合作 一起玩一下 好 多謝